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这个Q1 Q2 第二季 全球营收前十大晶圆代工厂的这个排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台积电跟三星是亚洲的两大晶圆厂 全球呢 是占七成哦 你可以看到哦 这哪几名呢 第一名是台积电 第二名是三星 第三名是联电 前三名有两家是台湾的 还有第四名是格罗芳德 再来是中芯国际 然后再来第六名是华虹集团 然后第七名是利基电 第八名是世界经济先进 还有第九名是高塔半导体 以及第十名东部的高科哦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我们就有讲说就是美国 它要查这个晶片荒 晶片荒这个部分 怎么会就是你要 你车用晶片荒当然对美国的影响 或者是全球车业都影响非常大 在白宫开这个第三次会议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哎 找这些就是车厂也好啦 然后这些半导体的拒破来也好 但是呢 哎问题来了 我要先讲一下 你知道吗 车用晶片并不是台积电 三星SK海力士的主力哦 这些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 三星电子SK海力士 英特尔这些拒破 这些半导体拒破 在要求强迫他们11月8号 提交这个机密资料 找出全球晶片短缺的原因 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 因为它希望提供的资料 包括什么呢 我讲一下 客户名单 半导体 就等于是说三星 或者是台积电的客户名单 库存状况 还有未来的生产计划 这个跟这个 这等于是破坏了整个半导体的 产业公司的这个平衡 另外就是说 你晶片产 晶片产业的客户是 每个公司集团的最高机密 你一旦就是公布以后 造成的重大影响 还有库存生产数据公布以后 对整个晶片价格的波动 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韩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的 就是说美方的要求 将导致市场波动的这个业务 还有那个难题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呢 重点是 明明就是 大家觉得说川普惹祸啊 车用晶片荒已经烧了一年 你现在你知道吗 车用晶片荒 台积电才占它的总体 百分之四而已 给大家看一下CG这个图 这个美国供应链 有没有 要求台积电 三星、SK、海利斯、英特尔 库存量、订单、销售尽量 商业机密 通通都要交出来耶 好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CGE好不好 CGE的部分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用晶片 并非三星台积电跟SK、海利斯的主力 而且三星呢 是车用晶片领域非常非常的小 另外SK、海利斯销售晶片 多数是记忆晶片 就是Landfish也做的比较多 另外呢 因为SK、海利斯老师讲 我本人有去过 我在七年前本人有去过 他们其实重点 并不是放在所有的车用晶片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来看一下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的第二季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 是占整体产品销售比重 只有百分之四而已耶 车用晶片只有百分之四 但是以2020年全球车用半导体的总价值 大概只有374亿美元 它每年就是等于是说 2020年的这个贡献营收 只占全球晶片的百分之四而已 这是要我们的护国神山 真的是要交出这所有的半导体的机密 真的台积电被三星 被盯上这两大晶圆场 真是让国人生气 我相信韩国人也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了这个我们静下CG3 包括就是台积电啊 还有这个三星啊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直接是用抢的你知道吗 而且这要求说11月8号 三星SK海力士 全部都要交出来 就是你要这些机密资料 到底要做什么呢 就有立委就说啦 就国民党立委就说 人为刀主护国群山 真的是不保了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在全球半导体的这个峰会啊 要求强迫要求相关的资料 这个东西 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我们看一下有一张图好不好 这是林维州的这个脸书的图 它上面就有写说 他要他觉得在这个要求说 哎你可以看到 他要求台积电限期内 交出机密资料 结果这时候呢就在 等于是说他们就临时 开了这个一个会 会一个在那个 就是在立法院开了一个会议 然后呢要求呢 台湾的这个核心产业半导体 这是不容推浪 因为这是国家的利益耶 而且美国要求这个机密的数据 政府介入要调查了 结果你知道吗 赞这个这龚明星啊 龚明星是谁你知道吗 他是台积电的董事兼 国发会的主委 龚明星在30号的时候 我听了真的很生气 他在立法院面对这个 绿委林戴华的咨询的时候 董事会呢是一季召开一次 那他说也许下次 董事会会进行说明 然后呢当蓝委 就是以前的金管会主委 曾明中国民党的立委 曾明中他说如果真的 美国是要求台积电 或者是南韩三星 先不要讲南韩三星好了 如果真的是报导是属实 还没报导属实 要求台积电在45天交出来的话 哎这个是不行的啊 他切而不捨的 曾明中就一直问说 都是说要或不要 要或不要 龚明星不敢回答耶 他身为台积电的董事长 竟然不敢回答 让曾明中哦气到哦 真的是要求主席暂停提问 当然啦我要讲说 哎到底为什么 当然啦最后台积电 有出来讲了 台积电是说 他绝对不会透露 个别的客户的 这个商业的资讯 而且大家因为知道 10月10日 就是我们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那公司方面到底会怎么 大家应该媒体都会针对这个问题 呃就是非常的关注 啊 他每个人都会针对这个问题 咱们打的 如果开机 这些东西 那我现在绝对 我们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